刚才是讲受想行事 这个觉知心不可得 那么觉知的境界也不可得 他说若无觉知能分别者 则无时方三世一切境界差别之相 既然没有觉知的心 觉知的心也不可得 那么时方三世一切境界差别之相也不可得 对不对 既然我们的心不可得 那么我们这一辈子当中的痛苦快乐 顺境逆境 或者是好坏对错 得失也通通不可得 我们现在比如说有人往生了 那我们看一个人往生以后 这个人都不存在了 那么他这一辈子的这些恩怨 是非好坏对错善恶得失 那境界也不可得 因为心都不可得了 境界怎么可得呢 没有觉知的心 自然那个心 忘心所产生的这些 是非好坏恩怨对错 得失高相 那些也都是不实在 只是随缘生 然后又随缘灭 那么这一切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 这些觉知的心受想行事也好 乃至所觉知的境界 这个色运 那么都是不可得 所以说色受想行事 无运都是空 好